您身边的认识您的人 有没有看过这个剧说您像她的 其实这个还真的说到过 看了电视剧第一个就想到过 您自己觉得您跟女主像吗 虽然有一些相似之处 比如说我们都曾经以一名女期手的身份 经常在男子外场 要说不同自己的话 整体片戴引号的中庸吧 没有Bass那么痴迷 大家好我是侯一般 最近一个大热的美国电视剧 名字叫做《女王的棋局》 您有看过这个电视剧吗 我有看过 我觉得非常好 这应该是我看过的 跟国际相企有关的题材当中 最好的一部影视作品 跟国际相企有关的历史 技术环节 也是尽可能的去最大化的还原 我觉得这一点能够做到非常不容易 有些还是出予了电视剧的色彩 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中间有一集 它对到了一个小男生 它的这个身子就没有漏坐在这张椅子上 这里呢想展现的就是它的这个霸气 以及它研究清楚了这盘气能语 不过如果我们从国际相企 骑手的角度来看 现在很不尊重对手 而我想无论从编剧还是演员 它都没有这个意思 它想表达的只是自信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 更深层次的国际相企文化 我可能很理会它那种 就是在间铁赛场身边 都是男气手的感觉 它的影片最后一集 就是它去莫斯科参加比赛的时候 一路过关斩将 每天面临强敌 甚至对方有可能是一个军团的这种感觉 中国国际相企骑手 包括其他项目之所以做得好 团队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是一个人 孤军奋战 但是有时候 尤其是参加邀请赛的时候 那你一个人发现身边都是 男性骑手 实力还都很强的情况下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感悟吧 你说什么是天才呢 其实这个我小时候被问过很多 我一直觉得这只是一个拍头 这个拍头就叫别人说 你是一名很优秀的起手 有着很好的思维 你等等 天才之所以被人们知道 那它背后已经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当你知道这件事情 你一边做一边已经能够预知结果的时候 这种感觉是多么无望 像我之前跟众多的世界前世都要量过多盘 所以大多数我感觉我的心态上会更精进一点 这部剧我觉得它确实很大程度上去宣扬了国际相机 其实我觉得非常需要这样类型的影视题材 有时候影视题材真的是会把一个 可能以前不被人们所熟知的项目 给带入到大众的视野当中 我也希望以后 如果国内能够有类似题材的影视作品就非常好了 我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契机见到 或者说参与类似的作品制作过程当中 你是从几岁开始学习这个国际相机的呢 一开始1999年 我五岁中的时候 我父母当时想让我学一项治理运动 我当时透过橱窗第一眼看到国际相机的时候 最早吸引我的是这样一种比较富有立体感的棋子造型 当时印象深刻的一个小细节吧 就是南方比较少下大学 但是有一年的冬天下了 下了之后其实学校停课 但那时候我就非常想下棋 然后就跟我爸妈说我想去训练 当时我的姐妹教练呢 他其实就在家啊 开辟了一块地方给我上课 所以我爸妈也说不过我也就带我去 我记得在去的途中 最早是我父亲骑摩托车载我嘛 因为摩托车有好几次都熄火了 然后终于到了教练家 花了比平常两三倍的时间 把姐妹教练一开门 你们今天挺客人 你咋来了 然后我就讲了一下 然后教练也非常好啊 就给我带我进去下棋 2005年的时候代表中国女队 参加了男子世界团体赛 而2001年开始 包括接下来的至少67年间 得到了带到想要很多的邀请赛 那后期会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发现与我同台经济的都是男棋手 这样的机会 我后期的习义成长 其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7年的这个第五世界 比尔国基象棋节上 明是有战胜了多位男棋手 然后最终获得了一个女性的 国际特技大师这样一个称号 当时的感受已经这样 传统的高水平赛 是当中第一个冠军吧 连续赢了多位的集团 比我高 实力也比我强 也比我精神的高手 我也是非常感谢 传统大赛组织者 给我这样的端面的机会 中式的这样一个背景 是怎么样跟国际象棋 相结合或者说相逢 其实我倒真的没觉得 国际象棋是一项纯西方的运动 我更会把国际象棋看成是一项 中西文化相结合的运动 它背后其实有着多种思想的融合 那您如何看待现在国际象棋 在中国的一个发展呢 其实国际象棋在中国这些年 发展的非常的好 现在基本上大多数的小学 都有开设了国际象棋的课程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 打一个非常小的比方 十几年前如果我碰到别人 我跟人家说我下古际象棋 你说的不就是这个中国象棋吗 大爷大妈下的那个 我说不是 是古际象棋 但是至少有三五年了 我跟人家说我下古际象棋的时候 再也不会有人把他的中国象棋毁掉 我会觉得高象是一个目前还就是潜力古吧 如何把体育更好的融入高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跳出国际象棋的领域 把更多的资源带入国际象棋 把国际象棋一种新的方式去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 我一直觉得受人于不受人于 更重要的这种思想这种思维的模式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经历 去分享一个个人成长的故事 把自己的一个从小女孩入屋成长 如何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所热爱的事情 如何朝这个目标迈进 我会说国际象棋 它已经融入了我生活当中 变成了一部分 我想无论未来我从事什么 我心里都会有国际象棋 而我也会尽可能的去让自己 在国际象棋里 或者一直相关的领域 都贡献一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